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一个据说是彭帅写的一个电邮 他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发了一个电邮 那么西蒙他就说看到了这个消息 看到了这个电邮以后 他反倒更加为彭帅的安全担心了 因为在几天之前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 就公开的说彭帅由于揭发中共的高官张高丽 对他进行性侵 所以他现在的安全可能有了这个问题 现在就找不着他了 所以就呼吁中国进行公开的这个调查 看一看彭帅现在安不安全在什么地方 结果就星期三就发出了这个电邮 所谓的这个电邮 他这个电邮是用英文写的 而且很有意思 他不是在中国发的 他是在美国的社交媒体推特上发的 他是中国的这个环球电视网 实际上就是中央电视台 他发了这么一个东西 他就说呀 说这个西蒙写的那个声明 说这个内容啊 没有经过我本人确认或核实 所谓的内容就是说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 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发布的 那么这个稿子中的新闻 包括性侵指称是不真实的 然后彭帅 他是所谓的彭帅 他说我没有失踪 我也没有不安全 我只是在家休息 一切安好 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那么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再发布任何关于我的新闻 请向我核实 并经我允许再发表 到底是真的彭帅还是假的彭帅 光成你怎么看 我觉得99.99% 我没说百分之百 99.99% 这假的彭帅 这个你一说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立马想到了当年我在非法激进当中 中共派公安 带着残联的人 这个副主席 这个跑到我家里去摆拍 副主席拉个凳子 坐过旁边两个高个子公安 拿着相机在那里拍照 然后拍完了这个所谓的孟理事长 还回头朝着两个公安问行了吧 这样 他们出来 行了吧 就是原话就是这样的 原话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当时怎么说的那种心里那种感觉 你说 我说这人你是做这样的活 你当活你都 当然当活干不干净 是吧 就说这种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一群东西 还在这干这样的商货 然后 他们就 离开 走了之后呢 我就跟我家里说 我是坏了 他是想拿这些照片来告诉世界人 我们都非常好 挺好的 我说但是 网友的智商是非常高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 如果没有我们的视频出局 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走在 这个街道上 发这样一个照片 只会引起他们更多的怀疑和担心 彭帅要想通过 以这个更明确的方式 比如说视频的形式 比如说 直接打电话 这种形式 来证明 或者来表达他自己想要表达东西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对 这些方法通通的不能用 而用一个所谓的电子油件 这个电子油件背后是 是阿古阿猫写的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打到谁的旗号 我们能上这个档吗 朋友们 稍微有点经验的 我们也不会上这个档 对不对 对 而且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彭帅如果被压着 像当前高智盛一样 共产党这些特务 逼迫高智盛在身上戴上贴听器 然后去给美联社记者见面 我们要注意真别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邮件 往最好的说 是中共逼迫的彭帅写的 直接的说 我觉得80%以上 就是中共直接做的 跟彭帅都没关系 彭帅现在在哪 仍然是一个谜 而且这里边呢 其实有几个疑点 第一点 他是声称这个电邮 是写给这个西蒙的 史蒂夫·西蒙 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但是呢 他这个再开始用这个英语写的是说 大家好 既然是写给这一个人的 怎么叫大家好呢 他应该是直呼其名嘛 是不是 或者是如果是很熟的 就直接说他是史蒂夫 不很熟的话 西蒙先生 总有一个说法 怎么是大家好 大家好 是给所有人听的了 第二 他如果真的是想让这个人知道的话 他完全直接给这个人发电邮啊 他现在变成一封公开信一样的东西 这不是电邮啊 这是一封公开信 第三点 可能最可疑的 也是中国政府最想避免的 这里边没有张高丽三个字 他在第一封揭发曝光张高丽的时候 说的是很清楚啊 是张高丽啊 在这里边 没有说了 完全不提张高丽三个字 为什么 因为发变成敏感词 大家一搜就搜到了 所以又要把这个事说了 还不能提那个人的名字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是造假的一个迹象 而且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是谁在造假 你刚才提出的三点 就足以证明是谁在造假 那当然是中国官方的造假 对 从第一个从称呼上 就是说他把这个作为一个 对一个组织说话 这就是共产党官方的一种口径 一种习惯 一种思维定视 后来你两点分析 我觉得都非常有道理 所以呢 这个更让我们对彭帅的安危担忧了 对 彭人可能家里早就被抄家了 人可能已经被关到黑监狱里去了 而且呢 应该是说 要把彭帅跟张高丽有关系的各种的物品 应该是要收走了 就算不抄家 这些东西肯定要是 不要说收走 抢走 抢走 就是抢 对 对 这叫毁灭证据 法律数据叫毁灭证据 对 对 这个呢 正向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很早 我们在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现在彭帅很可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他的人身安全可能要有危险 因为如果中国政府要保护张高丽的话 要维护这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声誉的话 他恐怕要对彭帅要下手 结果果然这个情况就出现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对于彭帅的 对于彭帅的这个措施不仅仅是说网上封杀他了 现在彭帅的这个人身自由至少是受到了某种的限制 我们如果说他没有被抓起来的话 至少受了某种的限制 因为你看他就正向光成 你刚才所说的 他如果要是想说 这个东西要证明说 我很安全 我没有问题 我只是在家休息 放断录像 哪就是哪怕是假的 他也应该能放出来 现在连假的都没有 只是一封莫名其妙的一个电邮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得不提出来 最近你跟他打球了吗 这光成又提这事 你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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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近没有球赛的话 没打球也没做什么事情 有多累啊 休息什么呀 休息什么呀 这个休息本身就是欲盖弥彰 平时我们 我们一般来说 就说在家里就行了 过程上日子或者怎么样 你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干什么 好像刚干完一件 什么样的非常好体力的事情 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修辞 恰恰暴露了这个邮件 就是共产党写的假邮件 这个被代表了 我就说如果说的好一点 就说彭帅现在是 不知去向 但是在公开的这个 语境或者在公开的这个 言论层面上 公共舆论层面上 他被代表了 但我们心里要有数 现在明显的看来 从这个所谓的电邮上面来看 他现在是否认 这个性侵这个指称 同时也否认彭帅受到了压制 他没有不安全 这个明显的就是要做一个铺垫 实际上就是要改这个彭帅的说法了 不管是彭帅自己主动的 把这个说法改变了 甚至可能让彭帅神经病 精神病 说这个说的是风话 一时没清楚 是不是应该去治病 应该到精神病院去送去 治疗几个疗程 这个都现在 都已经存在这种可能性了 那么这种假已经可能在了 但是这种假的东西 其实真正的外界 会有几个人相信呢 我相信相信的人应该是寥寥无几 中国官方明明知道这种东西不好使 不会让外人相信 因为正像这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 这个首席执行官西蒙所说的 他更加担心了 他看到了这个东西 他更加担心了 谁也不傻 但是为什么中国官方就敢这样做呢 他不怕别人这样戳穿 他说你这个政府太不老实 太不诚实 他不怕这样吗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西方人 尤其是西方政府和各这种组织的这个思维模式 思维方式 这个东西你要说这个是假的 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 你不能随便说 是吧 他现在说这个东西就是为了 其实普通老外星你信不信他不管了 不管是海外的海内的 他主要是怕将来这些组织甚至西方政府能够怎么说 在某种场合下问题或者进行这样的事情 是吧 那你这个东西你要说起来那怎么办呢 至少我得有个说法给你 到时候就说你找台阶下也好 你找借口也好 有东西可用 他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的 我觉得 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很多中共的老朋友 对吧 这些老朋友想为中共说话 你得有个东西 你没东西说话 你这个东西凭空猜想要不行 那他就给他递个东西 给他个猜 你看人家彭帅自己说了 到时候 假如他的老朋友也这么说 彭帅说的 当然是不是他我们也没办法证明 但不是他你也没办法证明 但有一个前提是当初只站出来说张高丽 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是不用证明的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其实共产党也只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他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对 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是当初指责张高丽的 是彭帅自己的微博的账号发出来的 那么现在如果是大家都在说 彭帅可能不安全了 彭帅是受害者 为彭帅 为这个彭帅的发声 那彭帅应该高兴是不是 因为他当初曝光张高丽的目的就是把要把他整倒嘛 就把他就给暴露出来嘛 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帮助彭帅来说这个事情 按理说彭帅应该高兴不是吗 可是他现在搞了这个一个所谓的电邮 不仅他不高兴 他实际上还有指责的意思 说这些东西都不真实的 不真实是他说的 不是人家说的 是不是 那么他人家担心他的安全 他反倒指责说 哦 你这个东西你得经过我 能经过他吗 经过他 他真的是同意人家发这个东西吗 现在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个假的 至少他也是被迫的 只是发这个所谓的这个电邮 而且这个他所说的这些话 真的如果大家当真去说 哎 我现在要发一个什么消息 你看看这个这个消息能不能发 他不是说要经过 是经过他同意才发 而不是说让他认证这个是真是假 这是有区别的 他能同意人家发吗 对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 他这个 特别这点名 就是说他发这个东西 主要是针对海外的 对 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 对 因为他用的这种方式都是这样的 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他如果真想跟所有支持他人 说这个话 去反对这些支持他人 支持他 他至少可以再像发那封信一样 去用他的微博号去发 对 对 那 对啊 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东西 而是写从英文发出来 对 这个 这个有点就不符合常理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如果 他不能用他这个微博发 只是针对西方 这不意图是非常明显吗 反过来讲 人都没有自由了 不管用什么发 我们大家还敢信吗 就是现在他在用微博说什么东西 有可能他想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外宣部门 搭不个位 哎呦 我们光这样用英文不行啊 他的英文又不是母语 又不是最好的 那这个 那我们还是得用微博发 就像后来又回去给我拍视频一样 你别以为中共多么透明 他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办这样事 有可能再用中文写一封 在他的微博上发出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你不要觉得没有可能 但是我想现在他们可能他们现在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说 不能让这件事情再继续在中国国内发酵 所以索性就完全就是说就当没这回事 但是外国的媒体外国的社交平台 他控制不住吗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消除外国的生意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了 就很有讽刺意味了 彭帅发的时候并没有对外发 外国人也不会看到微博上发什么东西 他这个实际上是微博发了以后 在外边再把这个消息传开 然后外国的媒体才看到的 外国媒体看到了 外国的有关组织看到了 就会发问说彭帅现在安全吗 马上人们就想到了 他会不会被销声 他会不会被逮捕 被扣押 被软禁 所以他个人的安全大家很担心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平息 外边的这个声音 对于更多的这个观众 在这个中国国内的 似乎中国政府不在乎 只要销声就好 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刷你的贴封你的号码 把所有的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从网络上给你清理掉 这共产党可以做到现在 所以他不是很在意在那方面让你相信 他也知道无法让你相信 我觉得你说到这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还记得当年 这个美国的律师协会给王宇律师 这个颁一个奖吧 这个王宇律师被中共失踪之后 中共拿他的孩子向威胁 逼着他在自证其罪 自证其罪 自证其罪当后来 好像是说被假意的释放以后 我就在国际关注之下 中共不得不让他出来说话之后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提了三个词 我记得 说是什么不同意 不接受 不认可 这是他针对美国律师协会给他的讲 我说的这么三个重要词 这个词在西方当时很流行 我为此还专门跟美国律师协会的 主席副主席都通过电话 其实没有一个人相信 非常非常清楚是在协会之下做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通过中共的一系列 做事情的方式方法 包括当年在对70960打压的时候 逼着他们在央视上认罪 对吧 中央电视台去逼着无干在电视面前 这一系列的事情 当然你就知道中共就这个德性 只要彭帅一天不能自由的出来说话 不管中共放出什么样的消息 你都不要信就行了 就不会错 所以这个已经非常明确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讲彭帅 我们其实在讨论彭帅的时候 讨论彭帅和张高丽的这个情史情势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说了彭帅有他的问题 有人讲难听的 说这小三上位没有成功 恼羞成怒 索性搞个鱼丝网破 的确有那些问题 但今天 为什么我们要为彭帅来发声 光诚你怎么看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 一个专制政权可以随意把一个人失踪 消生 甚至让他消失 这样的事情 还存在的话 对谁都是一个危险 或者说潜在的危险 他今天能让张三消生 能让彭三消生 明天就能让李四消生 不是李四啊 大家听清楚啊 他也想让我消生了 能让王武消生 也就是说 只要他可以对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 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是对于国民来讲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就算是他小三怎么怎么样 他也有他的言论自由 他也可以把他的这些历史说出来 对吧 就像艾文斯基当年一样 他就是可以说 他就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电视采访 这个总统 他第一回怎么做的 第二回怎么做 这都没问题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说话 捍卫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权 表达自由权 对 一个专制政权剥夺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表达自由权 背后意味着他可以随意的施暴啊 这个是可怕的啊 对 这是为什么 尽管彭帅自己有他的问题 不管他是什么小台上位没成也好 怎么着也好 但是我们也要替他说话 对 我们是替这种公义权利 社会公正去说话 不单纯的是为他这个人 所做的这一件事情 或者所揭露出来的这一件事情说话 对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 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的说法 但是我们坚决捍卫他说话自由的权利 对 当他权利被剥夺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站起来支持他 这个没错 那说到这个权利 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 这我们就该说到这个张展了 张展呢 也许我们的这个观众呢 有一些知道 有一些也许不是很清楚 这个张展呢 他是一个金融学的一个硕士 他在2010年就到上海去工作 还当过律师 结果后来呢 他就是说参加了一些美业的 维权的这个活动 结果就被吊销了律师的执照 后来呢 他又自己说成为一个公民记者 就是路见不平啊 各种各样的不满不平 他都要去说 都要去看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武汉 当武汉疫情爆发以后 他就只身一人 到了这个武汉市里边 就看一看这个城市的人民 到底经受了什么样的磨难 到底官方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真正的去压制人们的声音 而不是控制疫情的发展 人们的权力在疫情之下 以控制疫情为名 受到了大肆侵犯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 我是张展 我现在在一个火车站的广场 后面是汉口火车站 那么张展呢 就是要把这些情况呢 公诸于众 让大家都知道 结果严重到什么程度 张展不仅被抓了 还被判刑 被判了四年多的刑 现在在监狱复刑 那么进入监狱以后 张展呢 长期的坚持 自己的这个看法 自己的这个认识 观点同时呢 他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 所以长时间的监狱当局呢 就给他就是用这个食管 就是把他插管 给他输这个吃的东西 输这个营养东西 保持他不死 那么张展这个是一米七七几的这个个头 块头是相当大 一米七七 一米七七 哎呦 那他跟彭帅的个头是一样高的 彭帅也是一米七七 现在这个体重不到四十公斤 用骨瘦如柴 恐怕已经都不能形容这个状态了 大概是皮包骨了 应该说他生命是危在旦夕 结果呢 他的家人了解到了情况以后 其实家人长期的看不见他 了解到了情况以后 就要求是保外就医 那么现在这个保外就医还没有得到批准 现在整个国际上都在呼吁要释放张展 其实就是说至少是要保外就医 就是要维护他的生命嘛 呃 光诚我想这个你对国内的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法律比较了解 保外就医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保外就医 怎么说呢 这个如果严格的按照法律来说的话 只要这个被关押者 在监狱里得不到应有的这种治疗 而且他的疾病又需要长时间在域外治疗 这种情况下一般就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一般来说这是纯法律的规定 就是监狱法的规定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个监狱法之上 大家听明白 在监狱法之上 中共高层又下达了一个所谓的实施细则 在这个实施细则里 共产党就领驾于法律之上 写了这么一条 不能够危及到生命安全 不能如果不就医 马上就死亡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是面临这样的状况 就不予保外就医 这个当时这些东西在监狱里 都是要求被关押者被奉的 这个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法律规定就彻底的被阉割了 无论是从这个看守所监狱 以及相关的部门 包括这个预管系统 就是检察院的住院住所 检察室等等 他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把法律直接扔到一边 只靠中共领驾于法律之上 给的这样一个行政命令来显示 这是目前实际状况 监狱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比如说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 没有要求这个代押者必须提光头 但现实当中就是 他就是逼着你提光头 这就是一种侮辱 一种刑法 古代叫昆刑是吧 好像叫昆刑了 这就是一种人家的侮辱 但是呢 你是没有地方拿法律去说事的 你比如说法律还规定 不允许犯人管犯人 可是所有的中共国的监狱里 大家听明白是所有的 这是他们 这个区长亲口跟我说的 中国所有的监狱都这样 他们组织一部分犯人 形成一个专门的组织 叫做监管队 来对监狱的犯人进行监管 好多事情不是说按照法律怎么处理 而是通过这些人 通过直接的暴力相加殴打 来维护监狱的这些秩序 而这些这也是成了惯常的 中共监狱的预官采取的一种措施 他们说的全国都这样 所以实际上我们 如果只是只上谈兵 从中国的法律怎么规定 去谈保外就医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上了 中国共产党的档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大家关注度达到一定的高度 只要压力足够大 什么事没有 中共也会允许的保外就业 反之不够 死在监狱的人也很多 中共也没有给他保外就业 我在监狱的时候 曾经一天死过两个 这个刘晓波就是 实际上是给官司的嘛 他是最后几天 所谓的保外就业 那人都不行了嘛 他才给弄出来 所以把人关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他们也做过了 那么这种你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呼吁这个问题 张展他实际上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从2010年以后嘛 多次的被拘留 多次的被抓 判刑 这次是判了很长的时间 他所抗议的东西 他所要维护的东西 其实跟他本人的个人的利益 没有太大关系 比方说武汉疫情 跟他有多大关系 没有多大关系 他自己又没有在那给困住 他自己只剩一人 他闯进去 本来他可以不进去的 他闯进去 对于张展本人来说 他自己有金融学的硕士学位 他还当过律师 他完完全全可以 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 就是相比较中国普通老百姓 其他人来说 他完全可以的 他经常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为公益来发出 公共的这个公众的这个利益 发出的 不是为他个人利益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人也好 在国外的这些人 是不是也应该至少 为他做一点事情 来呼吁一下 至少应该让他保外就医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太应该了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 我就这样的义务 这样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展 对啊 武汉封城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住在上海 他完全可以生活得非常好 不去关于或者关注 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关注 是不是 然后他自己放弃自己的安逸生活 也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受到打压 这个是吧 这个像方斌 对不对 下落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吗 原来他之所以 其实这个被吊销律师资格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签名支持 律师协会直选 共产党对这样的一些人是一百个不放心 所以说你说律师协会 中共说人民水平不够高 文化程度不够高 不能直选 律师可以吧 都是本科生以上的专业人士 共产党不还是把这律师协会 成为控制律师的一个组织 而不是维护律师权利的一个机构吗 那在这些人提出要求直选的时候 中共就通过这种手段 拿掉了他律师资格 当然营业律师的职业资格 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全部就拿掉了 所以其实像张展这样的 不顾个人安危 而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而犹豫去的人 我们怎么忍心看着他 被中共给害死 大家想想曹顺利 曹顺利也是被中共 从机场抓捕 关押 迫害 瀕临死亡以后 才逼着家人签字 保外就义 但出来很快就去世了 我觉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都要为张展发声 都要谴责中共这个邪恶证券 而且在这我必须补充一句 我看到最近网上有好多人 对于我们支持张展的人 来进行这个指责 说这些人在吃人血馒头 你怎么不去批评 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 中共邪恶政权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都足以说明 这些人就是中共的走狗 就是中共安排出来 或者是四干五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恶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之所以中共是四干五 跳出来 试图搅浑水 就说明大家支持张展的 这个行动 取得成效了 大家就是应该乘胜追击 所以我觉得对于张展这样的勇士 这样的女侠 我们得无旁败 必须站出来支持她 张展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挺身而出 遭了难了 义人为大家 现在呢该是大家为义人的时候 共同呼吁 让张展自由 给张展以保外就医的机会 是 我记得张展在一个视频里曾经说过 他说我知道 这个国家 需要牺牲 需要流血 才能改变 可是我做不到 但是我会尽力去做 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做 怎么说呢 情真义切 所以你回头去看看 张展原来留下的那些视频 包括他在武汉拍出的那些视频 我们能做得住吗 朋友们 必须站出来为他说话 必须为他获得自由 做出我们您做的努力 张展 无罪 张展对这个民族 对人类都是有功的 中共邪恶政权迫害这样的人 就是与全人类为敌 我们必须站起来 为张展说话 必须思考 为了避免更多的张展 有这样的遭遇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邪恶的暴政 彻底的 扫进历史的灰烬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这个街谈相议的节目呢 首先 为彭帅 发了声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张展 还发了声 这两个女性呢 尽管是背景 所做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但都涉及到一件事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对于所有人 都是重要的 今天 你不保护他人的自由 不为他人去发声 明天 你自己 就可能被消声 那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街谈相议节目呢 就到这结束 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陈光诚先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 谢谢李肃 谢谢各位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